煤油属于什么三点 煤油是一种通过对石油进行分流后获得的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 由于煤油的组成成分可以非常不同 因此,不同地方产的煤油的特征可能区分很大 比起汽油来,煤油比较粘稠,也比较不易燃 煤油蒸汽比空气重得多 煤油与空气混合不能形成爆炸气 在分流石油时,煤油的沸点在汽油和柴油之间 散点是燃油在规定结构的容器中加热挥发出可燃气体 与逆逆附近的空气混合达到一定浓度时 可被火星点燃时的燃油温度